在长沙贡马 突遇野狼猎食葬园林 它就是要布施的状态 它开始跑起来了 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走进泥炭沼泽湿地 触摸特性像海绵一样的土壤 真的是第一次 对于泥土有了不同的理解 在青海湖畔的旷野上 看高原精灵普世园林 这个桂呀就是 哇 真好看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寻觅高原之美 正在播出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 有着几百的雪山 碧绿的青草 点蓝的湖泊 广布的冰川 和无数的真情异寿 它们亲自尽显 为青藏高原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六月的青藏高原 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 湛蓝的天空下 碧绿的湿地中倒映着朵朵白云 潺潺的溪流 游动的鱼儿 一眼望去 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我们远方的家世日族 到访四川省甘思藏族自立州 石渠县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了有更加专业的解读 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朱丹老师 和我们一同进入保护区 朱丹告诉我们 长沙贡马保护区内的淡水草本沼泽 是中国高纬度 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 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碳地 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 然后这片你可以看到 分布有大量的泥碳沼泽湿地 这类湿地的话 它是一类比较独特的湿地类型 它的土壤里面 附集了很高含量的碳的含量 就是它的固碳作用 像这样的泥碳沼泽湿地分布多吗 在整个长沙贡马区域的话 这一类的沼泽湿地分布非常广泛 像我们通常说的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马湿地 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 因为它太独特了 在这个地域 在这个海拔 它非常的独特 也有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 包括食物链 食物网 朱丹告诉我们 在长沙贡马保护区里 沼泽湿地预展到总面积的一半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泥碳沼泽 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能够大量吸收 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对调节气候 和维护生态平衡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说到湿地嘛 其实我们蹲在这里就能感觉到 整个这个泥土是比较松软的 而且其实刚才我手这样扶了一下 然后抬起来就发现 我的手上就是湿的有很多水分 对 你看到的这些地表 没有积水的地方 其实它的这个水分含量也是过饱和的 那是因为这种土壤内型 它叫泥碳土 这类土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这种 它具有类似于海绵一样的这种吸水功能 你可以看一看 如果我们随意地拿出一片这个泥碳土的话 你看它的结构 它其实是非常松软的 你可以捏一捏 而且感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的根在里面 对 其实泥碳它就是一类植物有机产体 在土壤里面不完全分解 然后日积月累形成了这样一种土壤类型 如果再试紧接的话 哇 它的这个储水能力太强了 依据研究发现 泥碳土的含水量 往往能够达到自身重量的三到九倍 甚至更高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 在艳阳的环境中 晨期的植物残体 才能够把二氧化碳给牢牢锁住 形成独特的烫库效应 也就是说打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你挣了一笔钱 你把它放到这个硬漆户头里面了 这样这笔钱就会被流存下来 那就像这个二氧化碳一样 它进入泥碳沼泽以后 它就会相当于半永久地 固定在了这个土壤系统里头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 尤其像这样一团泥碳土 真的是第一次对于泥土有了不同的理解 对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 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 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 但是你别小看这3% 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 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 是有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说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 全部释放在大气当中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根据世界迹象组织发布公告成 2019年 全球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已经达到了地球数百万年以来的最高数值 未来 如果气温不断上升 将会造成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以及土地沙漠化等灾难性后果 并且不可逆转 因此作为能够有效吸收二氧化碳 对气候进行调解的泥碳沼泽 就显得尤为珍贵 然而这类湿地的形成 却需要漫长的时间 像这样一片泥碳沼泽的话 它的积累的起始时期 大概在距今一万到五千年之间 就是这么长时间才能形成这样一片湿地 对很难得 它的积累速率是非常之慢的 那像在国内这样类型的湿地 分布大概在哪里 最集中的区域其实是在 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地区 它是在距今大约一万到一万两千年之间的 这个时期开始发育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长沙贵马保护区的这个泥碳沼泽 它实际上要显得更年轻一些 就好像若尔盖那边 像一个步入老年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或者是一个老年人 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长沙贵马 湿地的话 它的泥碳沼泽的年龄 来讲更像是一个年轻人 或者是青壮年这种年龄 作为年轻台代表的长沙贵马保护区湿地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从1995年开始 石区先政府就专门成立自然保护区 区域内全面禁止捕猎 矿产开发和乱啃烂木等行为 有效保护了湿地面积和生态环境 在长沙贵马保护区拍摄期间 我们遇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 在转过一个山坳的时候 突然我们从对面的山坡上 发现一只猛兽的身影 随着镜头逐渐拉近 我们看清了这只动物 原来是一只野狼 而就在它的不远处 还有一只藏原林正在奔跑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 它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林 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 在慢慢地走 下面那只狼 也在慢慢地走 也在慢慢地走 不断地靠近它 这个就是一百米左右 它开始跑起来了 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在自然界 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 通常会群体行动 也会单独进行捕猎 它们喜欢捕食鹿 羚羊和野兔 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 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由于藏原林的警觉性很高 在跟踪了一会儿后 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 藏原林迅速跑到了山脊上 躲了起来 野狼只好放弃了猎物 逐渐消失在我们的事业中 那现在这个季节 这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在中这个季节是最多的 因为是最近在藏原林 下载人的时候 从这个机会来 让它跟着这个藏原林 经常就觉得它加起来 把这个藏原林摘在 在那中的窗面 多多看到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 在沿途的过程中 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 这样相知而对的一种单独的画面 在长沙贡马保护区里 每天都会上演着 许多动物的劣势行为 天然的生存环境 也称为围细动物之间 生态平衡的关键 在长沙贡马 遭遇猛心喜极 看牧羊如何奋力 护佑小羊 因为前面那个人在 掉了个东西 很快就严有的尸体 高山偶遇白纯路 探寻青藏高原的动物的园 他跑得太快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寻觅高原之美 正在播出 在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的 长沙贡马保护区里 不仅拥有大片的沼泽湿地 和高山草垫 也具有以高山裸延为主要特征的 古地中海海底奇观 崎岖的岩石 高耸入云的大山 独特的地质环境里 生活着许多 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在一座大山上 我们发现了几十只 虎雾鹫 高山突鹫 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 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 聚集在同一地方进行驻草 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 高山突鹫的外星特征最为明显 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 一圈长长的羽毛 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 然后感觉整个翅膀 斩起来是非常的宽 大概这个翅膀 斩起来是能有多宽 两米多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在路边 能看到乌旧和突旧的话 它站起来的话 是不是也很大 也很大 大概有多高啊 高度是50厘米左右吧 哇 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 无论是挥动着翅膀 还是这样静止 都非常有气势 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相对于高山突鹫的气势 虎无旧的体型要大一些 全身的雨色呈黑褐色 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 它的名字应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锯而得名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高山突鹫和虎无旧 都以动物的尸体为室 石斧的特性 使它们称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不抓活物吃吗 它们是一般是尸体 那个高山无旧 活物旧 突鹫全部是它们是尸体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 相对来说 什么样的动物算是它们的天敌呢 因为没有天敌 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 据统计 仅突鹫和虎无旧 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 是高原上种菌繁衍 较为稳定的群体 在每年的1月到4月份 是猛禽的繁殖季节 为了防止蛇 以及其他窃淡动物 它们选择在岩壁上 以及石洞中煮草 巢穴的材料 就会利用周边山上 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在我们附近就有 其实看来这个树枝 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 像这样的沙鸡 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生长是一般是 害怕4600至700亿 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 有这个沙鸡 西藏沙鸡是 害怕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这样 我们望到这后面 深厚的这片草原上 都有很多这样的 西藏沙鸡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 即使干枯后 质感也具有较强的人心 不易腐化 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 在完成筑巢后 这些高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 到了五六月份 就能在巢穴中 看到孵化出的幼鸟 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 就有几十数巢穴 每个巢穴大小不一 但都建造得十分稳固 在高原变黄模色的气候中 这样的巢穴 往往能够保护幼鸟 捕手伤害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 大狂的体型显得较小 长相似鹰 善于捕猎 为鹰科狂鼠的鸟类 相对于高深突久 它们往往会把巢穴 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 在巢穴中 两只雏鸟十分健康 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 它们成长得很快 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 在青鸟归丑期间 幼鸟会发出 咕咕低沉的喉音或负音 来呼唤成鸟喂食 好 我们现在能看到 那边的这个 乌鸟和突鸟已经 展翅要飞翔了 看到后面的那个鸟巢里面 小的这个小乌鸟 已经把脑袋偷出来 一直在四处张网我们 但想跟他们说的是 我们对你们没有恶意 只是来看看你们 离开高山突鸟后 我们继续向北行进 一路上两边的山体逐渐升高 并且植被较为丰富 以高山草垫和灌木为主 是猛禽以及小型动物的 主要气息地 很快我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在一处灌木丛中 我们发现了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马舍 由于常年在保护区里工作 松吉非常善于发现 这些行动灵敏的小动物 并且用相机捕捉到 他们的身影 这就是刚才拍到的 哇 长得很可爱 感觉它的这个整个体型 都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 它有长的是鸟牙 有鸟牙 有鸟牙 有鸟牙的说明就是 公的 没有什么的鸟牙 然后它这个耳朵 是尖尖地朝上 耳朵还比较大 耳朵比较大 整个脸会比较小 脸会比较小 眼睛比较大 眼睛很大 像铜铃一样特别好看 马舍是舍蕾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 但是脸庞却很小 眼睛很大 再配上小巧狭长的耳朵 看上去十分讨人喜欢 然而当我们准备 进行拍摄的时候 这个十分敏感的小动物 却躲藏了起来 无论我们怎样寻找 再也无法见到 他们的冲击 这个马舍 这个奔跑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是吧 马舍是一番跑去的 沙子骨都年半 马舍的马舍速度 是相当快的 然后金钱吧 这个中小那些都是 这个是弄不到的 追不上它 追不上它 跑得太快了 所以大概像 在这一片区域里面 马舍的数量能有多少呢 马舍的数量 那是金钱上去 一千多周围报 在长沙贡马保护区里 马舍的种群数量并不稳定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 用以滋味的武器 狼 狐狸和各种猛禽 都是他们的天敌 再加上 马舍体内的射箱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他们曾被外界伤害 因此 种群数量十分有限 属于世界宾威武中 随着我们设置组 不断由南向北 逐渐深入长沙 贡马保护区腹地 一路上 我们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机会 也多了起来 就在一处山崖旁 我们被一阵阵 清脆的叫声所吸引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群羽艳的栖息地 我看它们飞生速度很快 但是刚刚凑到 第二个飞过去一只 但是它体型很小 比一般家艳要小很多 就是体型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来它是小白羊羽艳 就是名字也是很具体 小白羊羽艳 就是这个白色的羊 就根据它的这个外貌器的名字 小白羊羽艳 是中国比较常见的鸟类 在四川 云南和贵州等地 都有分布 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份 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季节 通常 雌鸟和熊鸟 会共同营造它们的巢穴 并养育幼鸟 在我们拍摄期间 正是羽艳孵化幼鸟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能看到 可能有个十几只几十只只在飞翔 那大概这样一片岩石里面 能有多少是小白羊羽艳 七八倍左右吧 哇 这么多 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就这岩石粉红里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 站在这配上潺潺的水声 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 哎呀 好享受 好惬意啊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 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 和小羽艳清脆的叫声 让我们设置组不由地放慢了拍摄进度 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 松吉告诉我们 在保护区里 像鱼艳这样的鸟类特别多 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37种 其中列入中国宾威动物红皮书的就有19种 是中国珍惜宾威和特有物种 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就在我们观察小羽艳的时候 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阳 在哪里 在这儿 上面 上面有看就好 哦 好大一群啊 对对对 岩阳又叫牙阳 石阳也叫青阳 因为善于攀爬岩屎 牙壁而得名 岩阳喜欢群体活动 常常会有几十只 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 因此 在长沙贡马保护区里 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 每年的6月和7月是 岩阳集中产宰的时候 幼崽被生出来后 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 出生不到十天 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 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 离队正在密室的颜阳母子 你看看 这里有个母羊 还有一个带有栽子就往这边出去 哦 看到了 看下这个小栽子是年龄强强的 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你看 长得长不容易出去的 哦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 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 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 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 一点都不害怕 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 由于距离太远 为了看清艳阳的样貌 我们的记者并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老师你看 哇 母羊就带着小宅子去 那边过去了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脚的 是吗 母羊脚是比较细的 比较大的 公羊是 脚是很粗重 很长的 往外 脚尖是往外的 又细又短 看整个体格 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家羊比呢 一般是那个 癌氧大一点 就是颜氧会更大一些 颜氧更大一些 这个颜氧也是最多是10岁50左右 不是那么很大 从照片中看 成年的颜氧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黑褐色 只有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 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 通常 颜氧主要栖息在海拔4000米到60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 以蒿草 台草等高山荒漠之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 具有较强的耐寒性 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 柴 狼 以及突九和金雕等大型猛禽 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颜氧主要的繁殖季 许多年有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 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 天空中一只体型庞大的金雕正围着小羊盘旋 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猎物 可能是感受到了危险 母羊很快就带着小羊往羊群方向奔跑 由于小羊还跑不快 母羊没跑几步之后 便会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羊羊会合 对对对 稍微就有很大的群体里面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对对对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一般是成年羊是 今年就七月初 出生到了明年七月份 一年就是会说是成年 大概是他们的发青期是十二月初 到现在是一般他们就人期就是六个月 现在就六月第七月初就开始就长长 所以现在整个盐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对对对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 松吉却发现 在不远的地方 有两只猛群因为真实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你看上面有两个银在打斗 因为前面那个银在掉了个东西 很可能是羊羊的尸体 这鹰也会吃羊羊是吗 嗯 很一般是金鸟 鱼的海鸟 白尾海鸟 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 嗯 因为现在是盐羊的高长期 他们最容易投吸这个盐羊的幼崽 嗯 在自然界 盐阳作为生态链的底层 会受到很多猛进的袭击 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繁殖能力 以及耐寒 耐旱等特性 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最为稳定的物种之一 离开盐阳后 我们继续一路北上 在行尽了一个小时左右 远处的山体上 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淳路 因为离我们不远 大概也就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就有一条河 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 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淳路 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 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 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 所以我们都在这躲避着 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的白淳路 都非常的兴奋 现在这一群白淳路 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了非常的明显 现在这群白淳路大概有多少只啊 大概是九十几只吧 九十多只啊 九十多只 哇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 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 这里面都有公路和母路都有吗 那些熊路一两岁的有 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熊路什么的 就现在也是母路带着小路 在距离我们仅有两百多米的山坡上 近百只磁性白淳路正在山坡上觅食 从远处看 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 在中国 白淳路是地域性的特有物中 主要分布在青海 西藏 河四川等地 在体型上 它们属于大型鹿类 与马鹿的体型相似 成年白淳路的体长 一般能够达到两米左右 在群体活动的时候 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 大约半小时后 山坡上的白淳路开始活动 往山下奔跑 我看它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 哇 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 因为刚刚在半山药的时候 可能发现了我们 它们停着了很久都没有动 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 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 看它们现在已经跑到了 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 它们是要准备喝水了吗 喝水 总喝水下来的 在白淳路气息的地方 会有充足的水源供他们应用 在饮水前 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 确定安全后 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 进行攀设的时候 却发现白淳路快速奔跑了起来 它们跑得太快了 我们刚刚大概跑了两百多米 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淳路 没想想它们跨过这条河 跑到这边的山坡上 看它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 山坡的半山腰上了 可以说它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 所以这次它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过山 这两边它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 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一般是 小午的话就往这边过 早上就往一面过 因为喜欢晒太阳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淳路 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 看来喜欢阳光的它们还不想喝水 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淳路进行拍摄 即便我们比较接近它们的时候 白淳路也没有被惊跑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 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淳路 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慢慢下来 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 可以看到它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 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 换机器的过程 对 因为一般是白淳路 直接摩命的人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 当地牢牵起来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 意识相当强的 所以说白淳路对人是都有不害怕的 因为是他们平时牢牵就不伤害他们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 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 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 一期伤害动物的事件 多年来 当年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 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 时间久了 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解生存 在青海湖畔的旷野上 看高原精灵朴实园林 哇 真好看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行走山水间》 寻觅高原之美正在播出 夏季的青藏高原色彩缤纷 风光如画 到了万物沉寂的冬季 广袤的高原另有一番苍茫辽阔之美 远方的家系列组曾在白绝矮的冬天 去往了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青海湖西岸的泉湾湿地 我们登上湖边的高牙 俯瞰雄浑壮美的冬日青海湖 这边完全冰封住的青海湖 是这样的安静 这样的静谧 听 这是大天鹅的叫什么 哇 就像唱歌一样 起来飞着 五个大天鹅 这是小天鹅 小天鹅 黑一点那个是小天鹅 今天的油鸟 那些小的白色点就是大天鹅了吗 那个都是大天鹅 我刚才统计了下 有三百多次左右 那志华像这边除了大天鹅之外 还会有一些其他什么样的鸟类 那个赤麻鸭 赤麻鸭也是在这边越冬 那平时就你的观察 什么时期鸟会比较多呀 就是这个一个季节 一个季节的食用都不一样 夏天主要是大牛是黑剑鸭 黑剑鸭它们是三月份过来的 就是九月份它们飞走 就主要夏天在这边 志华告诉我们 脚下的湖湾中有一处温泉 常年不动 水温舒适 丰富的水生植物 吸引来大量水生动物 食物资源丰富 这就给鸟类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气息地 湖湾身处的湿地 很少有人打扰 远处 宁静的全湾里 大天鹅正排成优雅的队列 沿着浮冰畅游 伴随着幽幽鸟鸟鸣 大自然用青海湖 这座宏伟的舞台 向我们上演着真正的天鹅湖 志华您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青海湖什么时候最美啊 都最美 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 冬天就是它的颜色 颜色是绿色的 绿色的 我可以把这个绿色理解为 一个纯净的颜色吗 纯净的蓝天 纯净的冰封的湖面 还有白雪挨挨的大地 这样一个纯净的世界 特别的舒服 也特别的安静 那吴老师 在你的眼中 青海湖什么时候最美呢 在我这眼中青海湖最美的 这个是七八九三个月 七八九三个月份 那时候青海湖 整个颜色是蓝色的 里面像的这个黑金河 绿齿鸭 吃紧鸭 普通鸭鸭 白骨丁 它们都是这个尸体里面繁殖的 在这边进行繁育 大部分鸟类繁殖的 秋天到了以后 鸟类侵袭子的时候 这一块尸体是 各种鸟类的中转站 这里是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我们面前是方馆的冰榔 身后是已经冰封的湖畔尸体 青海湖周边地区丰沛的水草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家园 寒冬里冰封湿地 候鸟鲜徙 只有少数鸟类再次跃动 夕阳洒在翻滚的湖面上 映在激荡的浪花里 刻在梯头的冰晶中 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青藏高原上 震撼人心的壮美图景 青海湖的湖面海拔3193米 水域面积4300度平方公里 根据调查 这里仅栖息着的动物 就有191种鸟类 41种兽类 8种鱼类 5种两栖爬行类 其中属国家一二类重点保护的 野生动物有35种 是名副骑士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这其中以普世园林最为知名 它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也是中国特有物种 普世园林的分布区域狭小 目前普世园林主要分布在 青海湖周边地区 其中以青海湖东北部的沿岸地区 分布最为集中 普世园林从被人类发现并认识 至今不过一百多年 这一物种最早由尼古拉普勒巴尔斯基 在1875年首次记录 并因它而得名 普世园林曾广泛分布在 中国的内蒙古 甘肃 宁夏和青海等地区 后来由于滥布和草场开发 使得这个物种到20世纪90年代 旨在青海省还有分布 数量仅有数百只 且大部分都生活在青海湖周边地区 现在普世园林的种群数量 已得到大幅增长 这得益于人们对它的保护 在路边老师突然让车停下告诉我 在这边就有一片普世园林 然后我们车停过的时候 它就在我们这附近 但是我们悄悄走过来的时候 它们已经慢慢走远了 它们这大概有多少只 现在 现在我们的局里的普世园林有300多米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这个里面是有6只关羊 有25只母羊 我们下车的时候它不是进入性太大 它是从它的嗅觉啊 感觉啊 它的眼睛啊 这方面它就感觉到有人来了 它就慢慢就进入草滩了 我们最初发现的时候 这群普世园林正在公路边吃草 见我们停下车 它们没有立刻躲避 而是一边悠闲地吃草 一边静静观察 同时 整个群体都在不约而同地向草滩身处缓慢移动 警惕中略显从容 冬季时 普世园林土黄的茅色 几乎与枯草融为一体 在中国寿类野外手册中 普世园林的特征被描述为 体型中等毛色沙盒 负面白色 白色的臀斑 被一条深色的中线分成两块 而在我们看来 普世园林最有意思的特点就是 每只都有一个爱心形状的白屁股 再加上它呆萌的脸庞十分可爱 这就是牡羊 牡羊就是没有脚 现在它的皮股这是桃圆性的 白色 白色的 公羊是带脚的 这个公羊就是带脚的 真好看 因为公羊是有脚的 它这个脚相像对待一起特别漂亮 根据世界常见的动物分类系统 普世园林鼠鱼 藕提母牛科 羚羊亚科 园林鼠 这之下又分藏园林 普世园林 蒙古邓林三种 它们三者中 没有普世园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脚的形状是普世园林区别于其他园林的主要特征 成年雄性普世园林的两只脚向后弯曲 又向两侧分开 且脚肩对弯 而与其类似的藏园林 双脚几乎完全是将上升起 没有弯曲 生活在青海湖周边地区的人们 平时习惯将普世园林简称为羊 我们发现的这群普世园林中 共有五只公羊 二十多只母羊 进入发情交配气候 公羊和母羊进入同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被科研人员称为求偶场 普世园林们将会在这里举行集体婚礼 平地上视野有限 为了更好观察 吴老师带我们来到设立在特护区里的一座监测台 你看到了吗 那边有跑动呢 那个那个公羊主义舞员 那个就是交配的迹象 而它那个奔跑不是说感知到了我们的存在 而是它们正常的一个交配的行为 正常的一个交配的行为 这个一个羊群的大约约150左右 登上监测台 目之所及是广阔的操场 这里是此地最大的一个秋喉场 普世园林距离我们依然很远 但是它们的秋喉过程已经可以大致看清 秋喉场里 公羊们不停地跑动 他们是在建立自己的领地 一般来说 一片领地里会有几只公羊 他们先圈战好领地 再通过决斗确立次序 只有决斗胜利 在小群体中获得高次序的公羊 才有与母羊交配的权利 首先是打架 加以后的战群 战群以后的交配 单独活动的这些公羊 一个是打架打不过 其他的公羊 一个是年老体弱的 打斗完了以后 体型好一点的战群 体型好一点就转个十个八个母羊 或者二十只不得 打斗打不过的 他就独立获得了 没有交配权 公羊获得了交配权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就忙于保卫领地 看守领地里的母羊 并进行交配 在这个阶段 公羊甚至很少吃东西 普世园林们在秋场上来回奔走 连一旁青藏铁路上奔驰的火车 也没能打扰他们 一年一度的盛大婚礼 为了利于奔跑 公羊会选择宽阔平坦的草场作为领地 同时领地里还要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 以吸引牧羊 哈尔盖河从北山发源流入青海湖 流水滋养了草滩 也给普世园林提供了水源 根据吴老师的观察 在每年的十二月 普世园林一般只有战群行为 而交配则要等到来年的一月到二月 雄性普世园林盘位争夺战的硝烟逐渐散去 雌雄之间也有了归属 羊群恢复平静 母羊终于有时间 带着当年出生的小羊安静地吃草 公羊也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 一只藏狐闯进了我们的视野 羊群也立刻警惕起来 羊群是我们青海湖周边的草原上 一些普遍存在的一种蚁兽 它是容易把这个老乳病残的 刚刚出生的幼宅 它容易捕食的 它是普世园林是一种食物链的关系 但是相比这个体格来说 感觉幼小的 或者是比较老弱的一些 普世园林的体格 还是会比它大很多 虽然是体型大 老乳病残着它 没有体力就奔跑了 招呼堆过去 一颗咬在河街上之外 马上就死亡了 除了藏狐 草场上还有狼 无老实观察 这几年 狐狸和狼越来越常见 它们会捕食年老体弱的普世园林 但它们大多数时候 还是捕食老鼠和野兔 同时也吃死亡的普世园林和家阳 狼子和狐狸的存在 对普世园林来说是一个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普世园林 它有疾病死瓦的 老乳病残死瓦的 要是它吃了以后 普世园林之间没有相互传染 疾病了 没有相互传染 保证它们的健康 有了天敌和竞争 草 老鼠 野兔 普世园林 狐狸和狼 共同构成了草原上的食物连 镜头中 一只雄性普世园林离开群体 它穿过公路 走向公路另一面的草滩 也许它是刚才排位赛竞争的落败者 也许它是一位先锋 前往新的草场 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上 极高的海拔 极寒的气候 这样严苛的自然条件之下 还有着像普世园林 白纯武 藏园林这些可爱的生灵 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它们与人类和谐共生 正是对于人类的保护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精灵 才能在这片大地之上自由驰骋